客场遭遇明尼苏达森林狼队的打击之后 布鲁克林篮网终究还是让出了东部霸主的宝座 来到了东部第三的位置上 当家球星杜兰特因为膝盖伤病 依旧没有回归赛场 欧文虽在本月初迎来了回顾 但也不过只能代表球队打客场球 篮网队近段时间的赢球人物 再度回到了詹姆斯·哈登的肩上 从晋级场比赛开始 哈登也确实打出了昔日MVP球员的技术水准 并收获一些恰到好处的哨子 再度展现了当初火箭17亿分王的气势 明明坐拥夺冠三巨头 哈登奈何又成了被迫营业的球员 没错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早在上赛季常规赛进入尾声的过程中 哈登就曾扛起了带队赢球的担子 杜兰特同样是因为伤病 而不得不长时间缺席球队的比赛 任性的欧文也因为诸多个人事物而接连缺阵 队内唯一保持健康的詹姆斯哈登 在主教练纳神的安排下 出战时间不断被提升 几乎很少有单场出战低于40分钟的比赛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从没有遭遇过大伤病的哈登不幸腿筋拉伤 错过了季后赛冲击总冠军的机会 长达8年多的火箭职业生涯 哈登在德安东尼的麾下 何尝有过如此难受的季后赛之旅 眼睁睁地看着总冠军戒指和自己渐行渐远 当然了 抱团夺冠失败的哈登 也似乎明白了篮网和纳神的鸡肋所在 休赛期拒绝和球队达成续约 将主动拳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 但遗憾的是 上赛季所发生的事情迎来了循环 据数据显示 哈登本赛季的场均出战时间来到了37分钟 排名联盟第二 仅次于猛龙队的范弗利特 特别是在晋级场比赛 哈登的休息时间再度被压缩 本月的16日 篮网主场接受提湖队的挑战 杜兰特殷商提前退场 哈登的出战时间来到了40点2分钟 送出27分8篮板15助攻的全面数据 成为了带队取胜的关键所在 而本月18日 篮网客场挑战克利夫兰骑士队 哈登的状态明明不是很出色 纳神也没有放弃压榨哈登休息时间的机会 将他的出战时间提升至40点3分钟 但最后还是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 篮网遭遇了骑士的逆袭 成为了输球的那一方 事实上 不管是主教练纳神还是篮网队的其他人 甚至其中还包括不少的球迷 总是不能平等地看待哈登 球队赢球之后 几乎很少有人会肯定哈登的付出 但当球队输球时 哈登始终是那个受批评的巨星 另外 如今篮网三巨头合体的时间再度延期 纳神故技重施 又将哈登当成了带队赢球的救世主 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我们始终得明白 哈登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上赛季放弃了为免得分王的机会 甘愿在纳神的队伍中扮演首发空位的角色 只为跟随篮网的脚步 拿到一枚属于自己的总冠军戒指 但后者又是如何做的呢 他将哈登逼到了进退两年的位置上 不得不赌上自己的巅峰 接受纳神的超负荷管理 联盟中早就有看得透彻的人指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哈登又将成为纳神保持常规赛高胜率的牺牲品 不过 心疼哈登之余 联盟中还是传来了一些利好消息 费城76人队十分乐意哈登的加盟 并能在送走队内的状元秀西蒙斯之后 为其腾出相应的薪资空间 而且 最为重要的是 哈登一直都很乐意搭档恩彼得 取得当初火箭时期那样的成功 转眼之间 新赛季常规赛赛程早已过半 篮网队的夺冠之路又变得坎坷 哈登夺职业生涯守冠的时间 也许又该推迟了